大家好,我们这节课来学习Sync PHP 5.0的路由,打开我们的笔记 Sync PHP 5.0的路由功能,它是由Sync下面这个root类来完成的 另外由于我们这个Sync PHP 5.0,它默认采用的这个URL规则是我们这个Pathinfo这种模式 也就是前面最开始是我们的协议,后边跟上我们的主机名 然后在后面呢,是我们对应的模块,控制器,方法,然后参数和对应的值 我们这个路由的作用呢,就是为了简化URL这个访问的地址 并且呢,根据定义的这个路由类型,我们做出正确的解析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看一下路由模式 Sync PHP 5.0的路由模式,它比较灵活 并且呢,我们不需要强制定义 可以总结归纳为下半这三种方式 第一种呢,就是普通的模式 我们是关闭路由的,默认使用的Pathinfo的这种方式URL 它这个配置参数,我们只需要把URL下回线root2改为false就可以了 然后路由关闭之后,它不会解析任何的路由规则 采取我们这个默认的这种Pathinfo的方式来访问我们的URL 那第二种,就是这种混合模式 要开启我们的路由,并且呢,使用路由定义 加上我们这个默认的Pathinfo方式的这个混合 那第一个就是要把我们这个URL下回线root2改为处 然后URL rootmast这个值呢,是false 在这种方式下面,我们只需要对这个定义路由规则的访问地址 定一下规则就可以了,其他的呢,仍然按照第一种普通模式的这种Pathinfo的方式来访问我们的URL 那第三种,就是这个强制模式 开启路由,并且呢,必须定义路由才能够访问 我们要把这两个参数都设为处 这种方式下面呢,我们必须严格的给每一个访问地址 都得定义路由规则,包括我们的首页 否则呢,它就会抛出异常 我们首页的路由规则,采用这个斜线定义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下面把这个网站首页的这路由,我们来输出Hello World 我们需要在这个root.pp这个文件当中,来配置我们的路由 首先呢,你要去使用一下,use一下sync下面这个root类 然后呢,再来这里边定义一个对应的方法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以后要去改我们一些路由的这个规则 就需要去这个root.pp这个文件当中去进行修改 那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给大家讲的这几个配置参数在哪里 那打开我们的tp5框架 找到我们在application下面 它有一个config.pp在这个里面 大家来找一下,这有一个ur设置 然后它这里呢,有一个是否开启路由 然后ur下关键root on,然后这里是开启路由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是否强制使用路由 ur下关键root must,这里是false 那你如果要修改配置文件呢,就来这里来修改 那如果说你要去定义一些自己的规则 你需要去这个root.pp里面,在这个里面来定义 好,那我们就把刚刚给大家笔记里面这里面讲的这个 修改我们首页的这个方法,来给大家用一下 首先,我们要use一下sync下边的这个root类 然后呢,通过这个root类 好,我们直接把这张代码来尻过来就可以了 我自己写了,好,来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好,来保存一下,那我们在我们的浏览器里面再来访问我们这个tp5框架的时候 它就不会输出我们原来看的那些东西了 它就会输出hellowordtp5.com,大家来看 是不是,我们的路由规则就已经对它发生了改变 现在输出的就是这个helloword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路由定义 我们路由定义呢,它包括下面这些内容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注册路由的这个规则 路由注册呢,我们可以采用方法 就是说动态单个的注册和我们这个p量的注册 也可以呢,直接定义路由定义文件当中的方式 这个进行集中的注册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动态注册 路由定义,它采用这个sync下面这个root类的root方法进行注册 通常情况下是在这个应用的路由配置文件当中 也就是我们的root.pp里面进行这个注册 它这个格式是什么样子呢 就要通过我们这个root类调用一下这个root方法 root方法里面呢,它有下面的五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这个路由的表达式 那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路由的地址 第三个呢,就是请求的类型 get,post,put,delete等等 那第四个就是我们路由的参数 它是一个数组 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变量的规则 那下面呢,给我们又举了一个例子 那第一个参数呢,就是这个你要去浏览器里面输入的这个路由表达式是什么样子的 它第二个参数就是注册路由到了哪一个模块下面的哪一个控制器 下面的哪一个操作 那当我们再去通过这个定义的路由表达式去访问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这个浏览器里面 那个路由地址里面输入这个http主机名 然后new跟一个id值的话 它就会自动路由到下面你定义的这个第二个参数里面 哪一个模块下面的控制器 下面的这个哪一个动作 并且呢,我们原来的访问地址 它就会自动失效了 Sync PHP 5.0的路由定义 它是从根目录开始的 并不是基于我们的模块名 好,那我们呢,就来给大家来通过这个动态注册 来给大家实现一下 OK,回到我们这个代码里边 我们在这里边呢,需要用到这个root R-U-T 调用我们的root方法 root方法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定义的路由表达式 new,然后冒号id 然后第二个参数 就是在哪一个模块下面 哪一个控制器 下面的哪一个方法 好,我们现在定义的是 index模块下面 index控制器下面这个list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大家来看,是不是这样写的 好,那当我们再去浏览器里面访问的时候 他就会去调用我们这个index控制器下面的list的方法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index控制器里面 他有没有这个list的方法 没有是吧 好,那我们呢 自己来给他定义一个public focus focus list的方法 然后呢 我来返回一个东西 return 这是 这是我自己 定义的路由规则 好,ok 那我们就在这里面 再来输入 new 然后跟上一个id值 我跟个4 跟个5吧 然后大家回车 大家来看 他默认呢 就会自动路由到了 index模块下面 index控制器下面的这个list的方法 就把我刚刚返回这个东西 给我响试出来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动态路 动态注册 那注意 我们这个路由的命名标识呢 必须为一 我们定义之后 可以用于这个ur的快速生成 我们呢 也可以在这个路这个方法当中 指定这个请求类型 我们不指定的话 他默认的是 认为是任何的请求类型 我们刚给大家也看了 他的格式呢 第三个参数 就是我们的请求类型 当然我们刚刚在注册的时候 我们只传了两个参数 如果说你不传 这个第三个参数 他默认的是任何的请求类型 他这个请求类型呢 必须 就是请求类型这个参数 他必须是大写 他支持的请求类型 包括下面的几种 一个是get 一个post 还有一个是put 还有一个是delete 然后信号呢 就表示 这个任何的请求类型 他这里呢 就有这个是吧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这个参数的话 那就只能表示 这个定义的这个路由规则 它是在这个post的请求下 才有效 那我们这个系统呢 提供了为不同的这个请求类型 定义路由规则的这个简化方法 我们通过上面这个 我们再加上第三个参数 也就可以去用 但是呢 这个系统 他提供了一个更加简单的这个方法 就是我们这个通过root 调用这个get post put 然后delete any 然后呢 定义了这个不同请求的这个路由规则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get 来给大家实现一下 我们直接把这个代码 靠过来就可以 放这下c 哦 回到我们这里边 在这个root里边 ok get 好 我这里来改一下 index模块 下面的index控制器 里面的这个read方法 好 我们在这里边呢 需要再来定义一个方法 public function read 然后 return 这是 定义的 简化的 方法 好 我们再来访问一下 哦 我这里 可能会发生冲突 为什么呢 大家来看啊 我这个是不是都是id啊 对吧 那我就把这段代码给他注视一下 我 别到时候是那个方式了 好 ok 我们现在再来弄一下 再来访问一下 大家来看 这是定义的 这个简化的方法 他呢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get方法 请求的 那我们呢 也可以弄一下这个post post呢 就需要介入我们的一个插件 把这个规则给大家靠过来 放置加c 好 host 然后呢 在这里边 再来定义一个方法 index 模块下面的 index 控制器里边呢 我来定义一个test的方法 ok 然后呢 我需要在我这个index box 控制器里边 再来定义一个test的方法 public function function test 我如果这post的话 我需要传一个参数 到这id ok 然后 直接把这个传过来的参数 给它打印出来 dump 到这id 好 然后呢 因为post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插件 用到我们这个http request 来模拟一下 这个post的请求 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地址 给大家靠过来 复制一下 然后回到这里边 粘贴 好 然后呢 我的请求的方式 要选为这个post 大家来看 我这个id这边 是不是给输出出来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post 同样的 你可以定义这个put 也可以定义这个delete 然后来选一下 这里呢 都会有这个对应的演示 那这里呢 我就不带大家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客下的话 可以自己去实现一下 那这里都有对应的方法 你只需要把这个 用这个root 调用这个对应的方法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定义的是这个any 它所有的请求 都支持的一种路由规则 那下面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说如果说 我们要定义这个get 和post的请求的话 也可以这样用 也就是说你第三个参数的话 这个get 和post的中间加一个 这个竖划线 它表示这个get 或者说post的这个方式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这个批量 注册我们这个路由的规则 它是怎样子呢 就是说 通过这个 以一个数组的形式来传过来 第一个 它是你定义的第一个路由规则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你定义的第二个的路由规则 那我们注册多个路由规则之后呢 它系统也就会依次 便利我们这个注册过的 满足我们请求类型的这个路由规则 它一旦 匹配到了这个正确的路由规则之后 它就开始调用 这个控制器的这个操作方法 我们后续的规则呢 它就不再给我们检测了 那这个呢 是我们在这个通过这个动态注册 去实现的这个注册路由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去定义 大家来看 我们除了支持动态注册 也可以直接在这个应用目录下面的这个 root.pp里边 就通过这个返回速度的方式 直接定义路由规则 它这个视力呢 如线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这个 root.pp 大家来看 它下面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这个retain啊 你只需要把你定义的这个路由规则给它加到这里边来 就可以了 好 OK 我们把上面这个代码给它注视一下 为了实现这个演示的效果 好 那我们就在这里边 把这个靠过来吧 放入加C 加到这里边吧 放入加V New ID 然后 写上这个index模块下面的 index index 控制器 然后里边有一个read的方法 好 OK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边 再来刷新一下 大家来看 是不是同样 也能够实现这个路由注册 这是呢 第二种方式 就是在我们这个配置文件里边 那在这里边呢 你就是说可以实现这个多个 也就是批量注册 那这个路由的动态注册 和我们这个配置文件当中 这个定义的这种方式呢 它是可以并存的 我们刚刚只是为了给大家演示效果 把我们上面这个代码 给它给注视起来了 它是可以一起存在的 那由于我们这个检测机制的问题呢 我们动态注册的性能 比这个路由配置 它要高一些 尤其是在多种请求类型 混合定义的时候 也就是说get post put delayed 等等这种请求类型 混合定义的时候 那这个动态注册的这个性能呢 要比我们在配置文件里面修改 它性能要高一点 那默认情况下 只会加载一个路由配置文件 也就只会加载一个root.php 如果说我们需要定义 多个路由文件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修改 在配置文件里面 去修改这个参数 rootconfig file 这个配置参数 然后呢 你在这里面只需要传一个 定义配置文件的这个名字 一个数组的形式 给它传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就会加载多个 我们这个路由的配置文件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学习了这个路由的基本概念 和路由的定义 还有路由的这个几种模式 这节课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